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在日信有提到過 要組這隊白板似乎也能玩的孫全 不過這隊要叫什麼 真的有點難取啊 不且就叫他許歐孫全功好了 如果真的有戲的話 那可真的是我們月卡黨的玩家的福音啊 雖然一樣會搶比較多的重要戰法 但你都身為低紅玩家了 怎麼還可以省呢是不是 那麼首先來看一下這隊的構成 孫全就是點全聖 然後配當鋒加冰武 然後順而易強加穩濤加武略 會配武略是因為其實孫全的武功傷害也是挺高的啦 畢竟有破損效果 陸訓的話奪魂也是必要的 畢竟我們已經是低紅了 再不用多混會很難有傷害 然後再配個刮骨回血兼解場 配騎鎮相聲是為了 配了許歐的自在點打連擊效果 不過因為是白板啦 所以騎鎮的發動力效果有限 拜師許歐的部分有配了騎門盾甲 讓他沒有50%的機率延長一回合 最後因為覺得戰壁在這隊的效益其實也還好 就改成了緊繁軍 那現在感覺效果也挺不錯的 還能省一個戰壁 那麼接下來就是實戰的部分了 再推上麒麟攻時幾乎都是優開 畢竟孫全不怕被諸葛蒜 還有當風可以牽絲姜維 再加上許歐可以給到不能解除的虛弱效果和減數值 孫全在一個破陣下去就可以打出可觀的傷害 不過比較怕被姜維奪魂還有自在降數值就是了 再推上拜師陳鈺的時候也是差不多 不過對上五雷攻時可能是因為張角的傷害比較有即時性 不能靠刮骨去解 所以戰神會偏高一點 若然攻的話就是看袁少有沒有腳卸到孫全 如果剛好沒有的話就可以穩穩打 如果有的話就有反之 不過偶爾雖然被繳卸掉但沒生效就嘿嘿嘿嘿 那另外一種會帶生氣的虛弦弓 主要就還是看甘寧有沒有做事 有時候即使孫全被繳卸 但甘寧如果前兩回合夠演的話 那也是沒有什麼大礙 若是遇上官方推薦的許歐落弓的話 可以算是55波 雖然對面紅度比較高 但主要就還是看雙方的當風發揮如何 當風可以牽絲到許歐、孫全還有太使 富貴弓的話只有遇到一場 不過他的配法比較偏共存相一點 主要的優勢就是在於孫全不怕被混亂 然後又能當風巡羽 應該也就是看雙方當風發揮如何 在對上盾隊伍時也不至於到不能打 因為大部分的盾隊伍都有很多的指揮技 像對上之主如果孫全有當風在好招的話 就可以對他做一定的牽制 那對上騰甲類的話 雖然陸訓在有奪魂的加持下燒的量還不錯 不過對面也蠻會奶的事 但如果是像這場陸訓來個五發的話 就算這邊蠻會奶也擋不住啦 只是如果是T0魯尾盾的話 很明顯就燒不太動 畢竟智力差就擺在那邊就傷害有限了 再來對上等風雄還有西風騎的時候 也不至於太差 畢竟孫全當風到劉備或是姜維幫助都很大 就只是輸出可能會不太夠力啦 當然如果是遇上傑利刮骨的話就不太行 本來白板的數值就偏低了 再配傑利加姜維弄下去就很傷 那在對上快攻隊伍的話就不太行 幾乎就只能靠兵力差去擋 即使有八門的減傷也還是擋不太住 不過對上虎城騎倒是有一段智力啦 可能虎城騎相對來說爆發力比較沒有那麼高的關係 最後來看對上槍兵隊伍的部分 對於這支熱門的冠軍槍時 如果兵力有差距的話都能取得優勢 但如果是滿兵碰撞的話就比較偏小烈了 雖然孫全的當風對玄雲影響很大 但潛力就是要能當風到他啦 要不然當風到關雲或是趙雲相對來說影響比較小 雖然孫全有洞察不怕被趙雲威魔 但在警戒沒有破的情況下 孫全的傷害是會受到蠻大的限制 整體打下來感覺算是四六開吧 還是有機會打贏滿佩滿紅的 在對上同性質的無槍時感覺也是五五波 要看孫全當風的次數都不多 把說這陸續傷害真猛耶 冠冠章的話跟對洛陽共還蠻像的 就是看孫全有沒有被勝七到 沒有被勝七到的話也是有機會贏的 OK 那以上就是這次跟大家分享的隊伍啦 哇 這次黑科技隊伍表現真的是非常亮眼 在白板的情況下能打這麼多蠻紅蠻配的隊伍 真的是非常值得推進大王一看 只是相對的就比較偏防禦型 必須要挑克制去打 畢竟光是怕快攻還有怕勝七就要躲很多隊伍了 尤其現在陸上一堆什麼虎豹騎之類的 那無當飛峻的話你又不知道他是麒麟公還是洛陽公 好 那麼各位還有什麼建議的話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還有別忘記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嘛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